印度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会出现股债会三杀 最近全球资本市场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很多投资者都忧心忡忡的担忧会有黑天鹅事件 前脚刚有纽约交易所出现系统公罩 让很多的股票出现了跌幅超过99%的情况 当然了 这其中也包括了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 甚至股价一度跌到了185美元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今天整个的资本市场就出现了几件事 第一个是整个的墨西哥和印度股市出现大幅度的跌幅 跌幅甚至盘中一度达到了10% 当然这其中的情况是很多人说是因为整个的投票选举 对于未来整个经济的不确定性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种充分的自由交易市场上 资金出现恐慌以后 一天的跌幅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尤其是像印度这个指数 其实它很像于中国的商政50 它包含着很多印度的优质企业 无论是港口 交通 或者是银行 再有就是整个的电力 一些其他的整个的这些特别赚钱的行业 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调税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全球石油 比如说OPEC家的发布说我们继续的去维持一个减产 然后你会发现整体的石油价格也出现了这种小幅度的下挫 可以说继续的把压力交给了美联储 因为石油的降价肯定必然会造成美国通胀的下降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的欧洲天然气 大家可以看一下昨天的天然气就疯狂大涨超过14% 然后今天整个天然气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但是也是否意味着全球的这种资源 或者是整个随着欧洲要加息 不 欧洲要降息 这些资本开始疯狂的要上涨 然后就是整个的船运 上印度前几天本来就上过一次热搜 就是因为印度的高温 我们会发现整体其实无论是东南亚 还是印度孟加拉 他们这些地方都在疯狂的想要去吸引中国的这种订单 或者是中国整体的这一个产业转移 因为有一部分的产业确实是我们主动转移的 它对整个的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然后我们也看到整个国内的情况 国内的情况你会发现今天中国股市 可以说成交额还是维持的很低 在7400多亿 然后整个的上涨或者是下跌 就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因为大部分的股民其实在五六月份想挣钱还是特别难 这里就特别说一点 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整个的中国证监会是从严监管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点 有很多股民身处在ST中 就是身处在这种被监管或者被处罚的ST股当中 是特别可怕 有一个股民去发了一个图 他从五月份开始就没有挣过钱 一直到六月份 可以说他选的股票被ST以后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 他从开盘以后连续的22天都是跌停 可以说他的资金有谁可以去保证 有谁可以去保护投资者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就是你虽说出台了很严的监管或者很严的政策 但是你没有出台去相对应对等的去保护投资者 这种情况下是你大力的出清了一些有问题的企业 可能中国5000多只股票 你就即使出清了500只股票 可是你对投资者没有保护 你相对来说是含了投资者的心 如果说你可以满足投资者的一个推势补偿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去推出 或者说你明知道审计有问题 你可以重点的去查几个审计公司他去做的项目 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会发现 你这个到最后受伤害的永远都是投资者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全球的大宗商品 无论是金银或者是相对来说的有色金属 再有就是这种相应来说 我们的这种衣食住行的 比如说猪肉啊牛肉啊 或者是一些大家用的水电 都可能未来会出现一定温和的上涨 因为你会发现全球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当中国的产品便宜的去出口以后 那么不是涨了运费 就是涨了一些其他的费用 或者是别国去针对你叠加了整个的关税 当你想要去出台优质的东西的时候 就比如说拼多多的这种海外仓 他的特目其实一开始是从中国去运出去 最后现在他逼着整个的拼多多 或者是逼着他去升级一个这种相对应的 这种办合作式的这种海外的一个方式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体全球的这种股票市场 尤其是昨天跟大家聊的 就是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 说整个的日本养老金去卖出美股 然后造成可能美国的纽约交易所出现系统故障 当然了他给的这个官方说明的是系统升级 然后我们也发现今天做日元疯狂的上涨 也就是说日本央行去出台说 我们去公开的去拉升日元指数 我们人工去干预了 所以说大家要最近去关注全球很多 可能会出现的黑天鹅事件